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见测试的留言 好了,今集首先说一句是IP 什么事呢?就是 南韩资深的演员李善军 原来日前被发现 在他的车里面 就是离开了我们 享年是48岁 他小小的消息震惊了各界 其实李生这几个月麻烦很多 他留下的一 就是一封和妻子的诀别书 另外就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大的一条数 是什么数呢?是债 因为他就是要承担一些债务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就是有巨额的违约金 所以令到他就没办法了 我觉得他觉得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 人在就有办法的 现在当然人都不在 那真是没办法 因为人都没买了 李善军生前也陷入了一些案件 好像是 最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有违禁品的案件 曾经三次接受警方的调查 他的无法和其他的 检验样本都显示是阴性的 也有南韩媒体 报光了他和妻子的诀别书 内容也提及 我真的没办法了 好像只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炭奈何 用这个方法来搞定自己 他也说 他之前承受巨大的压力 虽然警方并没有报光李生的诀别书 但是南韩媒体TV朝鲜也报道了 李生在诀别书当中写给妻子说 我真的没办法了 只有这个办法可以救自己 当然不是救了 人都没了 他也向他的经纪公司 致歉 电影和广告的违约金太高了 我受不了 报道也说 自从他涉嫌有违禁品 用过违禁品的案件 遭到警方调查 你知道南韩这个社会其实也挺高压的 不单止南韩 其实很多是 演艺人的经纪人公司 他看到这些负面新闻 首先就要 处理 但是处理不了 也只可以 给一些客人 去撒上 原来 他就说 因为他形象是下降 租到 广告商 要他 赔钱 你现在这样的形象 广告商还有 电影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合同 因为他的形象一六千张 不想跟他合作 他就要给 毁约金 为什么因为他的形象 他多少钱 一百亿韩文 大概六千多万港元 六千一百万 原本 李善君 他有两部 已经拍摄好并想拍的电影 包括Silence 和幸福的国家 但是他因为涉嫌服用的违禁品等等的影响 令到电影上演时间是无限期割截的 原本 李善君就被 敲定演出剧集 叫做No Way Out 而这个剧 亦还有台湾地区一位很出名的 其实早前都在 大陆 挺红的 因为他有一个 节目中餐厅 大家不知道有看过 和王晓明 那就是 许江汉 许江汉 南汉很红的 因为说他是 阳光很英俊 许江汉也有参演 但是 因为 这个 李善君涉嫌 和违禁品有关 所以就换了一个角色 另外一部主演的剧 叫 Dr.Brain 这个是Apple TV 加系投资 其实都挺厉害的 现在他人都没有了第二季 亦都是 不知道怎样 都看不到他的演出 李善君 其实他的灵堂 现在 是 设置在首尔大学殡仪馆 只是家人和好友可以调演 No Way Out 剧组 包括去江汉 这位台湾地区的演员 都是赶到 在 灵堂那里的 从媒体放出来的视频我们看到 令堂现场布满了线花 他的遗照 也放在中间 根据 报道当中 其实这张照片 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2023年电影 是浪漫特工人受访时拍下来的 亦记录了他生前 招牌的 尼窩钱少 令人相当心痛 当然很多人去到时 亦都是 因为 我们在节目出现时 刚刚好 就是出殡 当然亦有很多粉丝 去等他哭成类人 李善君的妻子 田卫震和两个 弟弟哥 亦都是 以喪主身份 出现在 这个殡仪馆 现在很多人就想入内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当然 其实这些方法 是不可以解决到问题 是不可以解决到问题 看回李善君 和他妻子有两个儿子 其实现在也十几岁 对于很多人来说 看着小孩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其实他 你说是否 在南韩来说算顶级 也不是 但是 实际上他也挺好戏的 他有部戏 在大陆也挺出名的 就是我的大叔 这部戏 因为在外奇艺有上演过 所以令到他大陆 都要红了一把 红了一段时间 当然了 在10月20号 李善君的基金人公司 证实 之前媒体报道当中 的一件事件 警方以涉嫌 服用为禁品 进行立案 原来 那位 L某 即是李善君 其实就是指 李善君 就说李善君 在接受警方的调查 另外 当时的声明也透露 李善君 被 这宗案关联的人士 持续威吓他 仁川警方 亦在10月19号时 就向媒体表示 在以娱乐场所 为中心 有人就开展 是这些 叫做 违禁品的一些事件 一切都调查当中 掌握了 他说掌握了艺人 用违禁品的情报 所以 可能还有其他人的 目前正义涉嫌 违反 违禁品使用的相关法律 是对 一名四十多岁 L盛 即是李 的 艺人在内的八个人 都展开调查 南韩媒体就说 这是李善君 当然 这个L盛的 男子 南韩媒体当时活跃于电影和电视剧领域 的主演 算是顶级艺人 2001年 亦藉着 NBC处境剧出道 当然大家听 这个很熟 不是 李先生 李善君 李善君之后的代言 亦都是纷纷被广告商撤换 业内人士觉得 其实他也有时间搞的 当然后来 亦都是 不断地叫他 作出一些调查 另外 在10月21日 同样也是几名犯人 调查 以及 警方也说 李善君通过熟人 介绍认识娱乐会所的从业人员 A先生 自从2023年初 A先生的注册 多次服用过违禁品 之后 李善君在第一第二次警方的传闻当中也说 自己是被 A先生是骗了的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也说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用了违禁品 同时 A先生在出庭时就说 他出庭受审时 他的辩护律师不是他说的 他辩护律师就说 李善君并非不知情 他是知道自己在用什么 是知道自己在用违禁品 而李善君 他接受的 这个检测 当然你看一下就没有了 原来 他的无法的检测 和其他的相关检测 都是阴性的 其实阴性的话 是否证明了其实他没有呢 或者是 已经很久没有用过 他会给个机会 不过这些都没得说 人都没了 不用说有没有机会 人都没了 在23号 其实 李善君在仁川 警局接受第三方传闻时就说 希望警方仔细地判断 他 和他就说那位A先生 是欺诈者 你看他说的可信 我说的可信 同意跨夜调查 以及 19个小时 高度 强烈的 高强度 的审查之后 原来最后他结束了这个传门 在平安夜结束 之后 26号的时候李善君 亦提请警方对于 他的指控 是唯一的证人进行测试 他认为他是不是说大话 希望 增加自己的可信 警方说 我们先研究一下 不过没有做决定 当然没有做决定 可能 这个也是 让他 为什么还不决定 让他自己搞定 用的方法是叹奈何 在27号早上南韩时间 李善君的老婆就报案 发现 哎呀 我先生 留下了和我的诀别书 以及 失乱 然后警方发现 李生 在首尔铺路区 中路区 厄龙公园外的一架汽车里面 当然 里面也发现了一些东西 炭奈何 目前 警方正在调查 这个具体什么原因 李善君 现在应该我们做节目时候 他的 这个丧礼就在进行 也希望他安息 南韩的演员压力很大 也是那句 如果真的有做的话 你也不得不承认 因为自己始终有做 但是 如果没有做的话 会不会是因为压力过大 所以搞定自己呢 当然他最出名的我的大叔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因为他曾经在爱奇艺 是有过是播出的 香港就是由亚洲电视同步跟播的 不过都很多年了 都很多年 很多年了 一百年 一百年的时候 也希望他 安息 希望他家人节爱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